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每年12月至1年1月中旬,是北投关渡平原二级到坐收成期,常有农民露天燃烧到草污染。 台北市环境保护局及企将执行陆空联合击查专案,除了地面巡查,出洞空排击击查,并派远进驻北投垃圾焚化厂观景台至高点俯瞰,为这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还。 环保局表示,部分道农传统观念为改人才就地焚烧处理刀杆或农业废弃物,但露天燃烧不仅无助改善土质,更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,但氧化物等温室气体释放也会产生烟雾。 下午二,无等力状污染物导致能见度降低,为害行车安全,更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,可谓百害无一例。 环保局表示,为取地露天燃烧到草污染行为,即起将启动陆空联合击查专案后,除了地面巡查,动用空排击击查,并派远进驻北投垃圾焚化厂观景台至高点俯瞰。 为这一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,可处五千元以上,十万元以下罚还,若为工商厂厂,将处十万元以上,一百万元以下罚还。 环保局呼吁,以缴切稻草翻耕入土,让稻草就地腐化增加的肥,才是取代燃烧的最佳方案。 目前农粮鼠对于适用含稻草分解菌有机质肥料每公顷补助一千元,如有需求可净下当地农会申请。 此外,除原本提供22处集中清运点收,受稻草或农业废弃物外,一可致电北投区清洁队关渡分队联系协助清运2895-0256送往焚化厂集中焚化处理。